今天这期视频呢,咱们就来专门吐槽新西兰 这些事情你一定非常想知道 首先呢,要非常感谢几位在新西兰的网友的留言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好和坏两个方面 所以呢,在看视频的每一个你 也都应该去理性的观看我的视频 没错,新西兰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 它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确会有一些点非常吸引人 听起来呢,也会蛮吸引咱们华人同胞 但是各种福利呢,各位也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考虑 比如说移民这个问题 身边有无数的例子 比如来这边读书,花了几年时间拿到了学位 但是最终却找不到工作,无法申请移民 最后只能选择离开这个国家 受疫情影响,新西兰的技术移民EOI 直接暂停一年半,到现在还没有重启 很多人拿着工签,提交了资料之后 就再也不敢离开这里 因为一旦离开,他们就无法回来 还有一些从国内过来,以打工赚钱为目的的朋友 也许是被忽悠,也许是其他原因 总之他们根本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 只能选择方方面面隐藏自己的身份 生病了,不敢去看医生 最后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敢去维权 这样的例子呢,新闻上也是有报道 无论你有没有类卡,只要你有两年以上的签证 包括工作签证,的确你的小孩就可以免费在这边读书,看病 但是呢,你要考虑一下这边的功利教育你能不能接受 就像我上一个视频提到的 最终呢,很多华人家长选择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 或者直接回国去读书 客观事实就是在这边长大的孩子 基本上竞争力会弱一点 长大后呢,最适应的工作生活环境就是新西兰本地 最多呢,再加一个澳洲 再来谈谈房价 新西兰呢,由于疫情控制比较好 经过一轮疫情之后,房价疯涨,涨得非常的厉害 奥克兰的房价中位数 直接从去年的92万 飙涨到今年7月份的117万纽币 汇率我们按照五来算的话 就是将近600万人民币 毕竟买了房子之后 你还要面临各种地税,房屋保险 房子维护等等费用 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租房子 那么在新西兰租一个两市一厅的unit 房租大概是450纽币 每周,不包水电网 一个月下来呢,也就小一万人民币了 很多人说新西兰并不太适合年轻人 因为在这边待久了 会消磨一个人的斗志 这一点我倒并不是很认同 因为毕竟还是要case by case 也要看你的个人情况 你所在的行业,职业,市场前景等等 但是这里市场非常小 工作机会少,这个是一定的 尤其是对于华人来讲 毕竟这里还是西方社会 OK,今天呢,就简单聊聊这些 不知道对于各位有没有什么启发 那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